他因戏生情,爱情在《西游记》里落地生根,如今66岁却依旧未婚。 时间飞是距离86版《西游记》首播已经过去32年了,这部经典且无法超越的神剧,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而且剧中的演员们高超的演技也成为了一代佳话。 朱琳在《西游记》中饰演女儿国国王,当时的她可谓是国色天香,倾国倾城的容貌,就连唐僧也不敢多看一眼,她也是《西游记》中唯一让唐僧懂过情的女人。 朱琳出生于北京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是国家一级演员,因饰演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国王,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,而她最美好的青春也就献给了这部剧,如今已经66岁了。 当年的朱琳在娱乐圈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美女,虽然现在年纪大了,但是站在人群中依旧是风韵犹存特别吸睛,但是让人可惜的是只见了她依旧未婚, 也许是因为《西游记》影响太大,女儿国国王的痴情故事就被落地生根了。 朱琳在拍《西游记》的时候对唐僧扮演着徐少华离间钟情,可惜徐少华在近剧组的前三篇就已经结婚了, 朱琳二十年一直在默默地守候这份感情,真是让不少观众都为她感到唏嘘不已。 如今66岁了朱琳也早已淡出了荧幕,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,但是她依旧是《西游记》里的第一美人。 中文字幕提供